夥訴癥結 國主案不起訴 被告朱立倫 李四川二人 均因最嫌不足 予以不起訴處分 意外嗎 因為綠尾的指控 特徵組在上月初開始偵查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與秘書長李四川涉嫌的 瑟瑛雅腾緩住案 並陸續傳喚兩人以及洪秀柱 案中主要一連見識旅群 但三人都否認交換條件 鬼啦 誰都跟你交換條件 首先 沒人提議朱洪沛 就算有也只是出自於慎選考量 再來有關住處姐提到的三千萬支票 只是國民黨提供的選舉補助款 不是要他弃選的匯款 雖然最後也沒補到他 而在聳動的五億退選留言 則是相關人士喝咖啡時 聽牆外人說的 此外也差無傳言中的錄音黨 因此宣告癥結 如果是空缺來風 無稽之寒 那當然是不可能有用 喬之話說得又好又滿 朱主席對結果想必不意外 但綠營當然就不太滿意了 是不是真的查清楚了 還是只是在替馬英九轉移焦點 再幫朱立倫清理戰場 所設的案件 這個偵查終結的速度都特別的快 董新聞 這個案子好像看起來也沒有意外 報道